下边我们请大家看第二个考点 作业承保法的优点 局限性和适用条件 这个问题呢 就是建议大家在理解基础上 注意选择题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作业承保法的优点 优点 承保计算更准确 这个我想就不用多讲 是吧 和传统承保法法相比较 作业承保法 我们说虽然分配工作量大 但是分配更精准 第二 承保控制与承保管理的更加有效 对不对呀 我们的当然是对的 因为在传统承保计算发布之下 我们这个承保控制也好 承保管理也好 仅仅是围绕什么 产品承保 产品承保 而我们现在在作业承保法之下呢 这些承保控制 这个承保管理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不仅仅关注产品承保 还要关注什么 还要关注作业承保 因为根据作业承保法的逻辑 我们说作业是消耗资源的 产品是消耗作业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你在承保控制 承保管理过程当中 通过作业承保法 更容易找出问题的什么 更远 也就是说 你这个承保控制 承保管理不仅仅有关注产品承保 更加的需有关注什么 作业承保 因为作业 消耗的资源了 是吧 作业是消耗资源 也就是作业 是导致承保费用发生 然后把作业承保 进一步分配给产品 而且在作业承保法之下 我们说这个承保分配的时候 特别强调什么 动营分配 也就导致这下 承保发生的动营 或者幼营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 在作业承保法之下的 承保控制 承保管理 还给的范围 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承保 还要围绕什么 作业承保 而且呢 我们说要强调 使这下承保发生 动营 或者幼营是什么 容易使我们 在这些承保控制 和管理过程当中 抓住什么 抓住这个问题的根源和本质 所以使它更有效 第三 为战略管理的提供信息支持 你比如说 我们在学习公司战略分析 管理的时候 我们讲到什么 波特的价值列分析 价值列分析当中讲到了 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 我们是有五项基板活动 有四项知识线活动 我们说这些活动 都有助于企业的 去价低厂保 采取承保两线战略 或者有助于 为企业呢 实现差异化 成有差异化战略 那么比如说 你这个企业呢 从这个竞争战略角度来讲 你自带的竞争战略 是什么战略 是承保两线战略 也就是说 你要立足于 成为整个产业的最低的 一个承保用源者 你怎么去价低承保呢 我们说通过作业承保法 你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是有尽可能的 有修除什么 修除了一些非政治作业 修除非政治承保 提供什么 提供政治作业的作业效率 提供作业效率 我们说有助于价低承保 这样呢 为这个公司的 承保两线战略 提供一些信息方面的支持 当然我们说这种方法 也有一些局限性 有什么局限性呢 第一 开发和维护的费用比较高 开发维护费用比较高 因为你有作业承保法 来进行产品承保计算的话 我们说许多工作是需要通过什么 通过计算机 机器软件程序来完成 手工几乎是不可能 可是我们说你有维护 这样一套信息系统 就开发和维护 这样一套信息系统的话 你是有长榜的 这就是第一个局限性 第二 作业承保法不符合 对外报告的需要 不符合对外报告的需要 因为我们按照财务会计 对外报告的话 我们说 你这个产品长榜呢 应该分为什么 直接材料长榜 直接人工长榜 还有制造费用 是这样一个长榜构成情况 而在作业长榜法之下呢 我们说是按照作业 来规及间接长榜 把间接长榜 又成与不同的动因 分配到产品了 所以我们说 在作业长榜法之下呢 你这个关于直接长榜 和间接长榜的认定 和传统长榜计算发法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传统长榜计算发法之下 你间接长榜 制造费用 它是按照生产车接 来规及的 而你现在是按照 作业来规及的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说 在这个规及也好 在分配动营选择上也好 可能和会计总统的规定呢 就不太吻合 不太吻合 所以这个作业长榜法 仅仅适合于什么 适合于企业内部管理用 是由管理会计范畴的 不能属于财务会计范畴 不符合财务会计当中 长榜的口径啦 核算方法啦 这个不太一样 三 确定长榜动营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们说长榜 作业长榜法 之所以 核算出来长榜比较准确 关键是对于不同的作业长榜 我们承许不同的动营来分配 但是特别强调动营 分配动营和作业长榜 就有高度的相关性 就有因果关系 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 你要找出一下作业长榜的真正动营是什么 有的时候比较困难 第四 不利于通过组织控制这些管理控制 这个比如说我们将来在教材第十八章 我们有讲到什么责任会计 我们这一个企业内部 我们是按照责任权利利益 责权利三者相同一原则 我们有划分成大小不同的责任中心 然后呢我们对他这些管理控制的 比如说这些业绩考核的 我们是按照责任中心 可是现在我们说 在作业长榜法之下呢 打破这种部门的界限 打破部门界限 而是什么 而是按照作业来规计长榜 作业来规计长榜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说你在择任会计当中 或者说管理控制角度来讲 你是按照部门来规计长榜费用的 可是我们说现在 你在作业长榜法之下 是按照作业来规计长榜费用 这个自然就不利于 组织控制和管理控制 这些管理控制 这是他的四个局限性 第三个问题 是作业长榜法的适用条件 适用范围 这个问题同样也要看一下 注意选择体 第一 从长榜结构上看 制造费用在产品长榜大中呢 所在比作比较高的话 比较适合采取什么 作业长榜法 这个如何理解 因为我们说 从长榜结构上来讲 产品长榜呢 包括直接长榜和借借长榜 两大部分都长了 直接长榜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 直接材料长榜了 直接人工长榜了 我们说他采取直接追溯的方式 进入到产品长榜 是吧 而制造费用是属于借借长榜 借借长榜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作业长榜法区别于 传统长榜计算方法 主要是为了什么 制造费用的规矩和分配 也就是在借借长榜的规矩和分配方面 和传统长榜计算方法不一样 在作业长榜法之下呢 我们的借借长榜的规矩呢 是通过多个作业长榜 是吧 而且分别成就不同的动用来分配 因此我们的作业长榜法 它的主要进步 就进步在对借借长榜的规矩和分配呢 比较精准 比较精准 所以我们的制造费用和借借长榜 在产品长榜当中 占的比重越高 越能够体现出作业长榜法的优越性 优越性 第二 从产品品种角度来看 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 越适合承计作业长榜法 简单来讲 你这个企业的生产的产品品种越多的话 我们说生产的多品种的产品 他们往往会有一些什么 共同负担的借借长榜 品种越多 可能呢 涉及到共同的这些借借长榜就越多 而这些共同的借借长榜 分配的走去不走去 这个便会涉及到产品长榜的核刷走去不走去 所以我们说产品这个品种越多的话 越多的话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借借长榜 就在不同产品长榜之间分配 那就同样我们是能够体现出作业长榜法的优越性 第三 从外部环境来看 面临的建造越激烈 越适合采取什么 越适合采取作业长榜法 因为我们说 这个外部环境建策越激烈的话 就要求公司在进行建议决策制定 比如说 产品定价方面的越有 具有竞争性 针对性 在激烈的市场建策过程当中 你比如说你对一些标准化的产品 建策呢 我们说主要是打价格战 是不是 谁能够稳定和价定的价格 谁就能够 我们说获取建策越生 那么你制定给什么样的价格 我们说谁能具有建策线呢 我们说要想制定有建策线价格 前提条件必须要把这产品的长榜 要核算总确 因为长榜总确不总确 直接决定定价正确不正确 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的话 你定价必须要有总确要有针对性 前提条件要求长榜信息有总确 而作业长榜法计算产品长榜 比传统长榜计算法法有精确 第四从规模上来看公司规模越大 越适合采取什么作业长榜法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 你有推广作业长榜法的话 我们说需要大量的软硬件 也就是说有信息系统要做支撑的 公司规模越大 往往我们说信息系统建设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比较完善 这样呢为了推广为了推动这个作业长榜法利用呢 就提供一些平台的支撑 这是关于作业长榜法适用条件的四条呢 大家能够理解 注意选择体就可以了 下边的一个总结 总之在企业生产 制度化程度高 直接人工较少 制造费用比重大 我们说制度化程度越高的话 往往在产品长榜构成当中呢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借借长榜占的比重大 直接人工比较少 人工长榜是属于直接长榜占的少 相对而言呢 就意味着长榜结构大多 制造费用占的比多大 还有作业流程的比较清晰 作业流程比较清晰的话 就比较容易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作业长榜多英 找到长榜多英 相关业务数据完备 而且可靠 可获得 现实化基础条件好 以产量为基础 计算产品长榜的这种 传统长榜计算方法 容易产生长榜扭曲的时候 就适应成为作业长榜法 我们看境界里提 到借鉴长榜 在产品长榜中 所在比重较大的时候 成为传统长榜计算方法 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最早呢 给大家举一例题 大家可以看出来 说如果借鉴长榜 在产品长榜 当中所在比重比较大 那么你成为传统 那么多长榜计算方法 导致什么结果呢 我们说荣誉导致 那个工艺简单的 工艺简单的 高产量的产品 它的长榜会高负 而工艺复杂的 工艺复杂的 产量小的那个产品 它的长榜荣誉被低负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说工艺简单 工艺简单 是吧 很容易完成 所以它能够实现 大批量生产 它的产量往往高 而工艺复杂的那个产品呢 我们说工艺既然复杂 复杂程度高 所以它的产量往往比较小 而在传统长榜计算方法当中 分配的自动费用的时候 主要是成为什么 与产量密切相关的 与产量密切相关的 这个直接人工工时了 或者机器工时了 来进行分配的 所以我们说就容易导致什么 工艺简单的 那个产量高的产品 分配的借借长榜高 一样的会是它的长榜虚高 而工艺复杂的产量小的产品 我们说它分配的借借长榜少 它的长榜就容易被低估 所以什么结果呢 就是夸大 高产量产品的长榜 缩小 低产量产品的长榜 就高产量产品的长榜 容易被高估 而低产量产品的长榜 容易被低估 所以正确的学家应该 选择B和低 下一个题 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软件开发 在产品长榜构成大中 直接长榜 所在比重很小 而且呢 与借借长榜之间呢 缺少明显的因果关系 该公司事已采用的 长榜核算方法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了 直接长榜所在比重小 那就意味着借借长榜所在的比重怎么样 比较大 比较适合成有什么 作业长榜法 不适合成有什么 不适合成有传统长榜计算方法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成有传统的长榜计算方法的话 你分配借借长榜的时候呢 往往是选择什么 往往是选择和直接长榜 或者和产量有关的一些 这个指标呢 做一个分配的基础 可是我们说的直接长榜 与借借长榜之间 缺少明显的因果关系 动营关系 是不是 你还是拿那个直接人工工资 直接人工工资 我们说借借分配 那当然不合理了 所以它适合成有作业长榜法 因为它选择B 下一题 某企业生产建议的产品 左类反多 借借长榜比重较高 长榜会计人员 试图推动 给企业成有作业长榜法 计算产品长榜 下列理由中 适合用于税负管理层的理由 适合用于税负管理层的理由 这就谈到什么作业长榜法 我们说它的一些优点 它的一些适用范围 对吧 特别是针对它的优点 A 通过作业管理 可以提高长榜控制水平 我们说对不对啊 刚才讲了是对的 B 使用作业长榜信息 有利于这些价值类的分析 波特的价值类的分析 对不对啊 我们说也是对的 谁 使用作业长榜法 可以提高长榜分配的总确性 对不对 当然是对的 D 使用作业长榜信息 可以提高的企业建议决策质量 比如说建议决策大多 关于我们所讲的 叫定价决策 对不对 当然是对的 所以这个题 A B C D都对 下一个题 下列关于作业长榜法 与传统的长榜计算方法 我们说所谓的传统长榜计算方法 就是指以产量为基础的 完全长榜计算法 完全长榜计算法 以什么 以产量做一个分配制造费用基础的 这种传统方法的比较多 正确的有 传统的长榜计算方法 对全部生产长榜界限分配 作业长榜法 只对变动长榜界限分配 对不对 当然是不对 我们说传统长榜法 对全部生产长榜界限分配 作业长榜法 也是对全部生产长榜界限分配 是不是 只是人家讲了 作业长榜法之下 对介绍长榜的规及也好 分配也好 是区别于传统长榜计算方法 传统长榜计算方法 而部门内规及介绍费用 比如说生产车级 作业长榜法 按照作业内规及介绍费用 对不对 我们当然是对的 C 作业长榜法的 直接长榜的计算范围 又比传统的 长榜计算方法的计算范围又小 对不对 我们说从昨天上来讲 作业长榜法之下 和传统长榜计算方法之下 对直接长榜的处理呢 我们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区别主要是为了介绍长榜的规定方法 但是我们说作业长榜法所插到的理念 是个什么理念呢 是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前面给大家讲了 作业长榜法插到理念 就是说你保约在生产产品过程当中消耗的资源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 长榜费用 长榜费用 你如何来介绍分配呢 我们说作业长榜法插到的 首写的是什么 直接追溯 直接追溯 然后是什么 动应分配 他不正常的采取 传统长榜计算方法大中所讲的 简单的分摊 长榜费用 分配的时候 一个是直接追溯 就直接追溯到 特定的产品长榜大中去 所以如果没办法追溯的话 那就选择什么 就按照动应来分配 就按照长榜动应来分配 比如说 把借鉴长榜 分配到各个作业长榜中心以后 每一个作业中心的 这个作业长榜 按照不同的动应来分配 因为我们说 能直接追溯的 尽可能的有直接追溯 实在没办法了 才承许动应分配 因此我们说 作业长榜法之下的 直接长榜计算范围 其实又比传统的长榜计算 方法之下的计算范围 大很小 不是小 应该是大 因为刚才讲到 是能直接追溯的 尽可能直接追溯 也就能够作为 直接长榜管理的 核算的 那就作为直接长榜 说实在没办法了 所以接接长榜 那就是要按照什么 动应分配 所以我们说 作业长榜法的 直接长榜计算范围 应该是比传统 长榜计算范围 计算范围大 计算范围大 所以是说法错的 第一 与传统的长榜计算 范围相比较 作业长榜法 不便于实施 责任愧计和业绩评价 这个告知一九哥 大家讲了 对不对啊 是对的 对的 因为人家传统的 长榜计算范围之下 有助于实施什么 责任会计和业绩评价 是按照责任中心 长榜中心 利落中心 投资中心 来这些业绩评价 而作业长榜法呢 是打破了这些 责任中心法 它是怎么样 它是按照作业 来规计长榜费用 因此这个题 正确的说法 具应当是 闭合地 闭合地正确的 这个题呢 建议大家做个重点啊 这个题啊 比较好 正好是抓住了 作业长榜法 区别传统长榜计算 发发的一些 核心的一些内容 很容易在选择题 当中考 所以很好理解这个题 第三个考点 是关于作业长榜的管理 这个作业长榜管理 这个问题呢 也是要求大家 注意选择题 首先讲到 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就是说我们这里讲到了 你生产产品 或者提供服务过程 当中涉及到各项作业 那么这些作业呢 我们说如果站在 顾客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些作业呢 我们说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叫增值作业 一类是叫非增值作业 我们说什么叫增值作业呢 简单来讲 所谓增值作业 就是指最终能够增加 顾客价值的作业 就是增值作业 增加顾客价值 我们说所谓增加顾客价值 是什么 说的特殊一些 就是有助于增加顾客的效用 增加顾客的效用 或者是有助于增加顾客的满意度 你这项作业能够得到顾客的认可认同 他认为对他是有用的 他愿意为你这项作业呢 付出对价 是不是 如果顾客认为你这项作业呢 不会增加他的效用 不会增加他的满意度 对他是没有 那就叫非增值作业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里所讲的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不是在这企业角度 而是在这用户 在这顾客角度来讲 你比如 在一个制造业企业当中 低业型的非增值作业 有哪些作业呢 等待作业 生产过程当中等待 材料或者这一产品堆积作业 产品或者这一产品 在企业内部的迂回的用送作业 废品清理作业 视频处理作业 反工作业 还有一些无效率的重复 某工序的作业 订单信息不准确 造成没有准确送达 就这次送达的无效率作业等等 这都是非增值作业 就这些作业呢 在顾客严厉时 不会增加人家价值的 从顾客角度来讲 我美女的产品 就是一件合格的产品 是不是 你至于你产品出场之前 你算进行这个资料解业 资料解业这项作业 我们说从顾客的角度来讲 这是个增值作业 还是非增值作业 当然是一个非增值作业 你不能说我为你好啊 我提供给你产品 应该是合格的 质量更好的产品 所以我在出场之前 我要解业 你执行解业 执行解业这项作业的话 那当然只有执行成保 你不就增加成保了吗 你这个成保不是 转嫁给顾客了吗 顾客认可不认可不认可 说明你企业内部管理有问题 是不是 如果你对自己产品有限限的话 你生产出来的产品 本应该就是合格产品 你本应该就不用给解业 这个合格产品 你解业 说明你自己对自己产品 不自信啊 所以我们说 这个资料解业这项作业 在顾客的眼中 就是非增值作业 所以这选择体大多 你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在这顾客的角度 用户的角度来讲 它是否会增加顾客的价值 那么 第二点 基于作业建设长榜管理 就是基于作业建设长榜管理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说依照作业长榜管理 我们这些长榜控制管理过程大多 我们说不仅仅有关注什么产品长榜 而且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围绕作业所建设的长榜管理 作业是消耗资源的 是吧 产品是消耗作业的 产品消耗这些作业 那么因此 我们的基于作业这些管理的话 那必须要从长榜的角度来考虑 你哪些作业 刚才讲了 对顾客来讲是增值作业 哪些作业对顾客来讲 非增值作业 所以基于这个增值作业 和非增值作业进行管理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有小方设法提供什么呢 提供增值作业的作业效率 有尽可能的提供增值作业效率 有尽可能的修除或者是遏制 非增值作业 因为非增值作业 虽然不会增加顾客价值 但是我们的直写的非增值作业的话 也有什么 也有作业成保 因此呢 我们有小方设法 修除非增值作业 不增加顾客的作业是非增值作业 非增值作业引发的成保 是非增值成保 作业成保管理 就是努力的找到非增值作业 并努力的消除它 或者使它降低到最低 因此呢 概括来讲 我们说就小方设法 要提高增值作业的作业效率 由小方设法 消除或者是遏制 非增值作业 从而降低非增值成保 这是把这种理念理解了 注意选择题就可以了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 节点例题 刀文公司 是一家从事空调生产 和修售的制造业企业 下列各项属于 该公司非增值作业的用 非增值作业 不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A 这产品余晖用送作业 刚才讲了 这当然是非增值作业 B 空调次品处理作业 这也是非增值作业 C 空调反工作业 也是非增值作业 D 空调废品清理作业 也是非增值作业 就这几项作业 都不会增加顾客的价值 所以ABCD都对 这是我们以上呢 给同学们把第四五章的 全部内容就介绍完了 因为按照我们 以往的考试惯例 有一些内容呢 特别是主关题的考点呢 它是浓流着考 浓着考 在我们去年2021年呢 没有设置到这一章主关题 但是我的预判 就是我们2022年 今年呢 有可能 这一次的讲 这一章的作业长保法 与第四三章的产品长保计算方法 结合起来出题 和主关题 和计算题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章呢 讲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呢 把历年 有代表性的 涉及到第四三章 产品长保计算方法 和本章的作业长保法 结合的题目呢 都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 就为全面的 详细的 一个收入的分析 因为我认为 它建议好有可能 靠这方面计算机 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这个第四五章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阿昭